大家好,我是Jodden Jodden 現在我要來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 不過今天來這裡不是來賞花的 今天是要來看螢火蟲的 今天是4月23號 現在的時間是6點06分 太陽的下山時間 預計大約6點半左右 聽說這邊也有螢火蟲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吧 入口到了 旁邊這邊有一些可愛的娃娃 來,既然提早到了 趁現在太陽還沒下山 我們來拍一些照片吧 以台北這邊看螢火蟲的景點來講 這個地方的名氣不算很小 今天也是我們第一次來 不曉得今天螢火蟲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快到上次花海的地方了 來去看看 現在的花看起來已經不太行了 這邊往後面走 後面有圓絕絲步道 你覺得這個花這樣還算漂亮嗎 還算 蛤,這樣還算漂亮喔 那這個就不是了 喔,那麼容易滿足喔 那我們就先逛一逛這個步道 趁現在太陽還沒有下山 先看一下 來,我們看現在有沒有魚 上次過來的時候 我記得有看到魚 來,過去 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 跟後面的圓絕絲步道 我之前有拍攝一支很詳細的影片 我會把影片連結放在我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點參考 目前這個小溪還是有魚的 對,那邊有兩條魚在那邊 常常假日的時候 會有許多人到前面那一片 去那邊野餐 再往後面的地方走上去就是圓絕絲步道 很漂亮喔 剛剛有聽到別人民眾說 是要這邊看螢火蟲的 看起來很多都是行家喔 據說這一段就是草坪旁邊這一段 一直往圓絕絲步道那一段 是螢火蟲最有可能出沒的地方 中央氣象局 預報今天太陽的日落時間是6點20分 現在已經6點22分了 我們慢慢觀察看看 現在先來尿一下草坪旁邊 這一個地區 目前還沒有看到螢火蟲的蹤跡 你還記得你上次看螢火蟲是什麼時候嗎 看有種草坪旁邊 巧的另外一邊 這邊就是圓絕絲步道 走到底那邊就是圓絕瀑布 剛剛問了一些民眾 他們說 就是要走去那邊看螢火蟲的 好吧 我們就先往圓絕瀑布的方向走 到圓絕瀑布 大約在550公尺 15分鐘 走 繼續走 這一段就比較黑了 現在有許多人 朝著圓絕瀑布的方向前進了 現在是大約6點43分 剛剛已經有螢火蟲出來了 不過我用V模式度不好 我剛好用拍照模式 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的位置就在這個地方 剛剛的位置就在這個地方 前面這邊又有兩隻還是一隻 我看一下 這邊又有一隻出現 我還是用拍照模式的 現在這邊太暗了 所以 錄影 看起來的畫面 應該是 烏騎馬黑的 因為我今天也沒有帶手電筒過來 記得要包覆上紅色的紙 不然會驚嚇到螢火蟲 不過沿路上還是會有人 拿著沒有包覆玻璃紙的手電筒 在照路 因為他們怕會危險 目前這一段這邊有一座小橋 這邊的螢火蟲數量比較多 但是目前還不是爆量的 現在接近7點左右 我們今天就不走到圓絕瀑布了 因為螢火蟲的數量應該大概就這樣子 走到瀑布那邊並不會比較多 那我們就在橋的這個地方往回走囉 這邊 步道的旁邊 馬上也出現兩隻了 這個步道沿路上有些地方是有階梯的 所以來這裡的話 雖然還是帶著小小的手電筒 包著紅色的玻璃紙 會比較安全 現在 在草棚旁邊有看到一隻螢火蟲了 我跟妳講一個笑話 有三個人的名字 第一個人的名字叫好帥氣 第二個人的名字叫好漂亮 第三個人的名字叫好棒棒 有一次三個人一起去海邊玩水 然後後來好棒棒跟好漂亮溺水 然後幸好好帥氣會游泳 然後好帥氣就先就好漂亮 這樣就說你不是好棒棒嗎 聽得懂嗎 不懂 你想一下那個俏皮的話吧 好俏皮的話 你不是好棒棒嗎 okok非常好 到出口這裡了 親愛的女兒 今天的嗓音魔蟲你覺得怎麼樣 說實話沒關係 很累 又很好玩 哪裡好玩 找不到的時候很刺激 謝謝你今天陪爸爸走這一段 現在我在大溝溪生在治水園區的入口這裡了 今天有點小失望 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不過這位螢火蟲不就是這樣子嗎 很難如你所預期的那樣子 這一步不曉得會不會變成廢片 剛剛還沒有吃晚餐 就去看螢火蟲了 剛剛看了螢火蟲 我們現在來到附近的大湖公園旁邊有一家 叫做Trivo Cafe 來這邊吃晚餐 這邊是大湖公園 就在馬路的對面就是餐廳了 有賣早午餐義大利麵 頓飯輕食三明治下 午茶咖啡手作甜點 進去囉 一樣先看一下環境 餐廳裡面有個兒童遊戲室 要12歲以下 3歲以下要有大龍回頭 這是我點的羅勒青醬血管麵 240元 這邊不能夠加麵喔 剛剛有天吃了他們這邊的生菜沙拉 一份160 味道還不錯 但是就是料有點少 現在來吃一吃羅勒青醬血管麵 麵的分量還算不少 肉的話看起來就比較少一點 吃一下麵 醬的味道還不錯 不會太鹹不會太甜 也不會覺得很膩 還蠻清爽的 麵的部分的話 脆肚軟硬適中 無法還不錯 吃一下肉 肉的話也是軟硬適中 吃得出來那個肌肉 一絲一絲的 還不錯 但是就是肉少了一點 這一點是喜歡 還想給你們吃的 我比較在 剛剛已經吃完了 如果有小朋友來這裡 會需要用到兒童遊戲室 或者是來這邊喝下午茶的話 整體環境加上它的食物的話 我想是可以給到4.4顆星的 如果只是在這邊用餐的話 以食物部分以及環境的話 我想大概給4.1到4.2顆星喔 剛剛吃完晚餐以後 又帶小朋友來大湖公園旁邊的 這一個湖山6號公園 共榮市遊戲場這裡玩 離大湖公園蠻近的 還蠻方便的 晚上過來停車也蠻方便的 前面是大湖公園捷運站 這邊就是湖山6號公園 共榮市遊戲場 這邊的遊樂器材 就是這個轉圈圈的 當鞦韆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 溜滑梯 另外前面還有一個體驗區 旁邊這邊有一個沙坑 在沙坑旁邊這邊 有一個沖水區 在週末傍晚 先到大溝溪水園區 上完螢幕蟲以後 再到附近的大湖公園這裡 來吃晚餐 以及公榮市遊戲場這裡玩 整套下來感覺還不錯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並且關注我的Jordan 到處走粉絲專頁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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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